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报告全球首中人接触乳牛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个案 是当地第二中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星期一说 特州一个居民接触过怀疑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的乳牛之后 出现眼睛发红和结膜炎相似的症状 随后他H5N1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 目前有个患者已被隔离 并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没有出现其他症状 疾控中心又说 暂时没有证据表明会导致人全人 或者因为食用牛奶或者肉类而被感染 禽流感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 不过近距离或者长期接触受感染生畜和禽尿的人 仍然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 应该采取预防措施 同时民众也应该避免食用或者处理未经消毒的奶类产品 美国在2022年出现当地第一宗人类感染H5N1个案 患者曾经接触染病加禽 H5N1病毒之前主要在禽尿中传播 但是近年来有蔓延迹象 由2020年开始有多种暴雨类动物受感染 包括猫、狗、海獅等等 去年美国阿拉斯加州一只北极虹感染H5N1禽流感死亡 相信是全球第一宗北极虹染疫死亡个案 随后研究人员又在亚南极地区南桥至亚岛 发现有几百只像海炮因为感染H5N1病毒死亡 在那个地区第一次发现有暴雨类动物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曾经警告 暴雨类动物感染H5N1的个案数上升幅度不寻常 专家担心可能会导致病毒产生变移传给人 造成新的疫情爆发 无线知识记者谭卫英报道 全体下,数码港去年8月遭到黑客入侵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调查 说超过一万三千人的个人资料外洩 公署裁定违反私隐条例指示数码港纠正 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数码港资料外洩的调查结果 说早在去年8月初 黑客已经拿到数码港具管理员权限的账户 一个星期之后 黑客用勒索软件攻击 以及恶意加密侍服器里面的档案 数码港一度更改账户密码 但是相隔三天 黑客再次攻击和加密 最终数码港不敌 被人偷了大约400G的资料 涉扣13362人的新闻证 以及银行账户号码等等 包括数码港的管理人员 有业务往来人士 当中5292个求职者和理职雇员的资料 超出保留期限 最长的保存了七年半 厨房发现数码港出现五大缺失 包括资讯系统欠有效侦测措施 也没有核实远端登入用户身份 令黑客从远端用勒索软件攻击 入侵13个市场系统和两台虚拟似服器 加上黑客帐户凭证据管理员权限 成功停止数码港系统的反恶意软件 作为一个具有一个规模的资讯系统的机构 亦都是储存和处理大量个人资料的机构 数码港仅仅依赖一款反恶意软件 来侦测异常活动 我觉得明显不足够 以及不成比例 公署又发现数码港每两年 才对系统检查一次 入侵前的检查已经是19个月前 公署裁定数码港违反私隐条例 个人资料保安和保留两项规定 删除已经到了保留期限的资料的话 受这次事件影响的人数 就会大大减少 公署已经发出执行通知 已指示数码港两个月内 纠正所有漏洞 也需要聘请独立的保安专家最少每年检视系统 被问到条例是否阻吓力不足 是和政府一直在审视整个私隐条例的条款 其中一个审视的方向就是加大罚则 另外也是引入一个行政罚款的机制 我觉得这一次的修订 就不应该是小收小保的修订 就应该是整个条例的修订 整个条例的罚则都要重新审视一转 数码港回应说已经成立专责小组 已经提升各层面资讯系统保安 毛鲜思记者一流转六步道 数码港因为保安系统漏洞 一万三千人的个人资料外洩 有大律师说受影响的市民 可以循名遇受损向数码港索偿 根据CN条例66条 任何人因为资料使用者违反规定蒙受损害 可以申索補偿 这样怎样才算是受到损害呢 可能人家拿了你这些资料 走去录了卡 甚至乎走去借了几十万 这些就是你的损失 你的相片出生日期地址 连手提电话都外示了出去 每一个人的声誉背景都不同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 根据公署所发出的报告 数码港有五个缺失 违反了两个原则 这个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的赔偿 我认为数码港应该是主动去赔偿 三年前立法会就起底修订私隐条例的时候 曾经探讨过行政罚款的可能性 本身是大律师 当时做相关委员会副主席的容海恩说 社会需要更加广泛讨论 在法例上如果可以列明有这样的责任的话 也都会对于机构可以提高他们 在保安那方面 或者是私隐保安那方面 资料保安那方面的意识 如果他们已经是尽量去 做自己的安全保障的时候 但是都被黑客去入侵度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个免责的条款向度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去商讨的 今次数码港被黑客利用具管理员权限的账户入侵 有保安专家说事故起因 是没有限制到家用电脑都能够入到公司的系统 是你需要登入到一个侍服器 然后侍服器再登入内部网络 就不会用自己家里的电脑 直接登入公司的网络 有些更重要的系统 就是你不可以远端登入的 是要搭车回公司 你自己去控制的 如果他有人多次登入的话 其实他应该收到信息 或者收到电邮通知 第一次登入就是每秒钟都可以做的 之后就一直拉长 令到黑客攻击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还有可能登入几次之后 可能就会铁锁了这个账户 他认为相关账户应该撤最高度的保安 保鲜事记者在流传欲道 线有四个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这一节先提提最新的金融行情 提提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9,070点跌496点 标准普二500指数报 5,188点跌54点 转提到欧洲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17点 法国CAT指数跌75点 德国DEC指数跌209点 其他消息 为期五个月的苗佳夜市即将结束 女法局将会推出第二期活动 扩大布置及宣传 并且争取延长多半年 女法局说第一季访港旅客 有1,123万人次 回复至2018年 即是疫情前大约七成 过去两个月的旅客入面 过夜客占大约一半 平均流港三点两晚 人均消费大约5,800元 预计全年维持在这个水平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 有议员关注苗佳夜市下个月结束 希望能够延续 我觉得做得不错 其实香港真的需要一个夜市 你会不会都继续帮一帮它呢 苗佳我们其实都挺自豪的 在一个在夜宾欢活动里面 一个都挺起出望 做得挺好的一个活动 这一两个礼拜会有第二期的一个推广出来 就会将我们由开头一段的食街之后的小食汤之外 就会再布置一下 那里我们也会做一连串的宣传 现在希望我们可以争取 再将现在宵街的推广和布置宣传 可以再延长多六个月的客户 也都有议员关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 有没有影响旅游业 美国家都有不少一些不实的报道 这个是影响了有一些 有到香港有旅游议员的旅行 最好去解说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听 吸引他们过来 譬如我们透过很多办理很多城市 我们有很多吸引旅客的地方 等他们来到之后 自己来到之后看了之后 回去再帮我们去做一个宣传 在我们全球的海外办事处 头过两个星期都是有去看过 究竟整个情况、报导等等 我们发觉对我们的影响是基本没有的 当局说 后个月会推出全新的礼貌运动 继续强化本港旅游枢纽角色 另外就上个月开放西安和青岛自由行 杨远雄说香港绝对有能力接待更多自由行城市 会继续跟中央部委商讨 争取更多城市立入计划 母先烈士记者侧卷问不到 复活节假期结束 近230万人次港人出境 主要去到内地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本地零售服务业不可以和鄰近城市斗平 要做出有质素的产品 复活节四日长假期 各个关口都是出入境人流 有假期前一日到最后一日 合共超过228万香港居民出境 8成6是经陆路 最多人是上个星期五 一日已经有70万人外游 最后一日假期都有24万港人出境 同期入境的港人只有190万 意味不少人可能会清明 节之后才回香港 比较去年的复活节 五日香港人出境人次只有130万 即是今年多了七成半 市民外游直接影响本地的零售业 本身经营连锁服装店的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 复活节档期销售额连跌了两年 累跌两成七 香港人去看消费 是不是完全因为便宜 我不觉得要做物有所值 不一定是说要很贵 你可以同一个价钱 但是要有新意 另外你也可以做漂亮一点的东西 贵一点的东西 我们现在走后者 我们这三个设计和以前没什么分别 但是那些便宜的材料我们完全不做了 没可能做到的 淘宝都堪死我们了 零售界议员就说 疫情前后长假期最大的分别是所有消费客群都北上 但是过去如果那些朋友去旅行都可能选择去东南亚 或者其他欧美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那些中高产的人士可能会选择去这些地方 但是这大半年大家看到了 大湾区有很多地方其实都很吸引很多香港市民其实都喜欢上去游历 所以今次的负责价不单止一些朋友去了海外旅行 甚至乎一些高中低的朋友消费群其实都选择了去上面大湾区去消费 包括港车北上也都便利了一些高消费群的朋友上去上面的 他希望业主能够提供支援和商户共度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内地预计清明节期间回乡数目的港澳台居民会明显增加 内地今年清明节有新日假期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期间全国口岸日均有178万人次出入境 较去年同期多超过7成4 又说轮近港澳陆路口岸以及同台湾直航的口岸 回乡制组的港澳台居民会明显增加 其中深圳罗湖口岸预计会有22万5千人次 福田口岸也有19万7千人次 当局强调会为他们提供出入境通关便利 另外前日是香港復活节假期尾声 港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单日出入境车流量再创新高 有19000架 主要是港澳单排车 其中出境有13000架是入境方向的两倍 海南积极推动旅游业 透过活化传统景点等 打造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由本港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可以参考 邓杰盈在海南调解过 拥有波浪型雕刻的墙身 融合波风格的彩窗和柱身 这里是海口旧城区热门景点 骑楼路街 600几栋旧楼升级改造 定期举办街头活动 展览夜市等 引入不少特色店铺 甚至国际品牌进驻 去年全年接待了1000万名游客 海南省政府推出入境旅游路线 都有推介 因为我们做工略也感觉很麻烦 这边的话因为不是本地人 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 海南这边的风土人情 然后了解这边的历史文化 刚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知道骑楼 但可能政府推广了以后 他会上新闻或者是上那些 各种那种旅游软件 人家来了会做攻略 或者干嘛 就会直接就直到这里 所以他知名度一高了以后 来打卡的人也多 就会比以前人多很多 骑楼路街这里最鼓励流雨 建于南宋 距离现在已经有700多年历史 海口市2010年开始 做保护修室工程 现在已经完成了500多栋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认为 香港应该参考海南成功经验 全港18区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建筑 一些古迹 也都有很多特色的不同类型的景点 其实这些可以想一下 怎样去说好香港这个故事 同时来说 是可以打造成多些 本地特色的旅游产品 可以吸引旅客多些来 他期望尽快推出旅游 业发展南途,提升香港竞争力 武士烈士记者邓杰盈在海南报导 内地今个月起,明确禁止渡游强迫团友救物 但在新例实施之前,广州有广州旅行社 被揭发有纯玩团,有到团友救物 广州有旅行社早前举办两日一夜的深圳纯玩团 其间渡游在车上向团友推销保健品 另一个行程是参观文化基地 团友一度步,职员将他们带到房里面 并且推销药物 有内地民众说,之前跟团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内地四月起,实施新版导游服务规范 其中提到导游不可以向旅游消费者兜售物品 或者有道,强迫游客救物 有律师提醒民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保留录音、录影等证据 方便日后追究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导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希年 垃圾征费先行先试第二日 有4.3毛大厦的住户话 仍然未收到指定垃圾袋 甚至有人不知道居住的大厦是4点 垃圾征费14个试点试行了两日 深水堡北河街这栋三毛大厦 有住户如常用自己的袋子扔垃圾 说不知道大厦是试点 什么都没有 你说你也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有没有人告诉你 在哪里拿那些指定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我有几个月就没有回来了 我在大陆而已 试行的第一日 有住户已经说收不到指定的垃圾袋 假如一天都仍然未有人派 有居民说部分的劏房收过指定袋 但是自己就收不到 估计是因为单位经常关上大门 又说不会主动去拿 这几天打电话,他没有人听电话的 嘉宾跟我说,不是啊,他说那里有个 荔枝角度那里有个点是拿垃圾袋 我说我干嘛要去拿呢 他没有通知我们用,是吧 又没有告诉我,我们这栋楼是试行的 环保署有提醒,如果没有应门的三毛大厦住户 一直没有登记拿回免费的指定垃圾袋 将会被视为放弃领取 预期登记也不获受理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当局要加强宣传和支援 只不过是有十几个先行先事的处所 一点都不多 如果政府当局是可以在这些处所门口 建一个流动的服务站的话 是让到那些市民是可以咨询 又或者是了解那个运行运作的进展 如果是能够在这些处所里 每天都是有人去专人去跟进的话 其实是对于这个效果是会好很多 让到原本很愿意去参与的人士 都是慢慢慢慢打消这个念头 这个都是我们很不想见到的情况 他有建议政府尽可能增加试点 收集更加广泛的数据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导 有住户使用指定袋同做分类回收两天 发现社区配套不足 尤其是希子处于的时候遇到不少麻烦 担心真正实行会很困难 七十几岁的唐太住在试点之一 全湾满乐大厦安宁楼 他为了备合垃圾征肺先行先试 特意提早几日自行练习分类 要环保就要花点脚骨力 走到最近可以回收厨余的地方 向车街街市要超过五分钟 那些垃圾分类是不是在这里的 走出去还要 哦 这里可能 他都没有清晰写明的 那些东西都 那样就打开个袋子掉下去 心不舒服啊 这样 回收完厨余下一站去到陆在路德围 回收玻璃瓶 塑胶 也都要走多约五分钟 正常都七十几八十岁 据我所知都有几个九十几岁 一下雨就地下滑和湿 很容易陷害老人家 他说处理厨余的确有点棘手 因为每天的分量 未必值得特意走过去回收 又因为这个天气热 因为很容易变 那么我呢 如果我昨天的厨余 我弄了以后还没马上钓到 我就放在冰箱里先 就是 怕插户 可能雪櫃都臭的 我就又要给一个袋子来包 就封好了 就是要密实了 封住它 工作就多了 当局他议员认为宣传教育 以至回收配套仍然要加强 现在可能去都是习惯 都是用垃圾袋装住拿去掉 因为有些厨余机 就要入那些apps 他们都未必能够用到那个apps 那些绿仔店要多一点 先方便一些市民 因为现在始终宣传都比较少 但是那个时间开放也都有规定的 就是听听人说都可能 收了工 可能未必可以交到过去 但他说事行期间 留意到居民都做多了回收 无线电视记者 蓝豪杰报道 为了参与垃圾征费先行先市的世界龙政府合处 有部分办公室以及公众地方的垃圾桶被指没有用指定垃圾袋 华报处回复说政府合处 政府合处垃圾的收集模式和一般商业大厦类同 由物管公司安排清洁工用指定袋 在每一个楼层办公室以及公众地方直接收集垃圾 所以有关位置的垃圾桶都无需套上指定袋 不过在大厦里面的卫生署牙科诊所就有使用 原因是诊所要自行处理垃圾 最需要套上指定袋 再由卫生署承办商收集以及处理 粤港澳三地正在商讨建立大湾区应急救援机制 具体行动方案由港府牵头偏赞 目标港在6月封贵前落实 为了更有效应对自然灾害或生发事故等等 粤港澳三地政府计划签订协议 当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 大湾区内城市可以互相支援 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 港府说下个月27至29号 三地政府率先在江湾进行48小时地震演练 而港府就应急救援机制牵头偏赞具体行动方案 预计也会同月在香港签署 赶在6月封贵前落实 机制涵盖分享应急技术 人才培训和资讯共享 有议员关注去年内地排红的时候 本港较迟获得通知 以往就是他决定了排红才通知我们 但现在在未决定之前 在准备会决定的时间已经通知我们 其实应该多了很多时间给我们处理 有议员关注机制的启动程序 即时作出请求可以说是即时已经可以启动了 因为我们的方案已经有 我们的不同的车我们不同的船 我们不同的人物 事先也都已经是拿了相关的认证 机制下救援工具也都可以共享 会不会建议一下你们下属的部门 考虑你要再新添一些新的器材的时候 多点考虑一下我们的国产货呢 虽然大家用的器材 如果都是从一个厂商出产的话 有事用得上来方便很多 我们是全球购买的 谁最好用 还有哪一个最可靠 可靠的意思包括会不会突然间 又不提供一些配件给你 我相信国家一定是其中一个最可靠的地方 他说考虑到距离较近 方便出动帮手 整个机制主力大湾区城市 武斯里斯记者扎据问不到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继续在广东的行程 一日内到访深圳、中山、珠海市等等 他说两岸应该共同合作 避免战争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 晚上在广州和马英九会面 马英九率团访问大陆的第二天 先参观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 在深圳的总部 国台办主任宋涛 比亚迪副总裁黄杰同行 除了试错最新型号的电动车 马英九也都多次问到 大陆电动车的前景和技术等等 他下午转到中山市 参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以国民党前主席的名义 向孙中山同将献上花篮 并且三谷公辞议 之后去到管外发表 今次仿录之旅的第一次讲话 马英九也都去到珠海市 登上港珠澳大桥 最近香港的东人公岛游览 参观了室外的观景台 以及室内的展览厅了解大桥的历史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黄昆明谈及马英九 星期二参观港珠澳大桥的时候 提到近日车流量创新高 大批港人经大桥北上 体现中华民族包括港澳台在内 都有共同文化基因 敬重祖宗才能够更好振兴中华 黄昆九就表示 追求和平 避免战争 致力振兴中华 是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 一定要努力实现 又重申两岸的未来 在年轻人手上 相信双方多对话 多走动 才是消除误会 增进合作的最好方法 台湾素食餐厅油致命毒素 米酵菌酸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 去到星期一 累计有29人中毒 最新的化验结果显示 厨师手报样本都验出毒素 台北市信仪区保林茶室 多名顾客食物中毒 而两名死者确认 体内含有毒素迷酵菌酸 至于毒素的源头 台大法医学研究所 星期二公布 餐厅四个环境 和生物样本一面 只有厨师手报样本 全有毒素 目前可以将范围 收窄至餐厅厨房 由医生就分析说 检测用的仪器 可以发现极微量的元素 加上米酵菌酸 可以在环境保存很久 厨师又反复接触 就算洗手都很难完全清除 有专家就认为 根据中毒个案通报日期判断 不排除涉事批斥的食材 和有关部门接获通报两日之后 即是上个月26号採集 送往检验的食材 并不是同一批 台北市当局就这样解释 市政府说 已经将相关结果全数交给检方 会确保涉事餐厅 为事件负责 无线电视机制陈雪仪报道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 新界东候选人林克林被裁定选举舞弊等四序罪成 判囚6个月 46岁被告林克林被控在提交的选举申报表格作出虚假陈述 分别申报有面部护理 酒店租金以及海外行情一共有近6万元的支出 意图有事选举事务处支付申索 在东区裁判法院审讯之后 六项控罪当中的四项裁定罪名成立 裁判官吹美夏判刑的时候说 案情严重 被告有预谋地犯案 案发之后毫无负义 判监6个月 国家安全部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污蔑抹黑中国 由于今年首季 美国已经向多国包括中国发动超过2000次网络攻击 国家安全部在微信以中英文发文 说近日美国和英国政府无陷和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 攻击英美等的国家因此发起单边制裁 国安部形容是典型的策喊触策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 国安部说 今年首季度来自美国本土和它的海外军事基地 已经向中国等多个国家发动超过2000次网络攻击 涉及中国党政机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晶片研制等的重点行业 说未英国家为了它的国家发展战略 巩固网络霸权地位 针对中国大使进行网络涉物以及数据涉取 目的是打压压制中国发展 做法是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家安全部强调中国坚持和平利用网络空间 坚决反对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 坚决反对并且打击各种形式网络攻击 积极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并会联同有关部门以发严厉打击境外势力 对中国展开的网络攻击等违法犯罪撥动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庭报道 芬兰发生校园枪击案 造成至少一死两重伤疑犯被捕 受害者和枪手都是12岁学生 在距离芬兰首都刻意伸基 不够20公里的曼塔市这间中学 朝早大约9点发生枪击案 警方之后封锁学校里面一栋建筑 有学生家长在封锁线外面等接走子女 案中的死伤者都是12岁学生 枪手同样12岁 来自同一间学校 他大约一个小时后在学校附近被捕 警方当场检获怀疑犯案用的手枪 是来自疑犯的亲属 经初步审讯 枪手承认犯案 动机有待调查 但由于他未满15岁 不能够还押后审 会交由社福机构照顾 预料也都不会面临刑事起诉 涉事的学校有大约800个学生 同90个教职员 芬兰总理奥尔波就说 对枪击案感到极度震惊 特别是疑犯的年纪很小 芬兰人口大约560万 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幸福国家 当地流行打猎和射击训练 根据内政部数据 当局发出超过150万张枪械许可 有大约43万个获准持枪的人 不过当地曾经在2007年和2008年 发生严重校园枪击案 一个18岁学生和另一个22岁学生 都是拿着半自动手枪 在学校里面分别枪杀9个人和10个人 两个枪手最终都自杀身亡 当局印刑枪击案而收紧枪械管制 包括调高申请人的最低年龄限制 以及赋予警察更大权力 对申请人展开背景审查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容家要报道 土耳其一家夜总会起火 至少29死8伤6人被扣查 起火的夜总会位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 一栋住宅大厦的地面以及地底 当地星期二下午大约1点 地底部分首先起火 夜总会当时趁穆斯林齋戒月装修 暂停营业 全部死伤者都是工人 当局证调查起火原因 拘留6人问话 包括夜总会经理以及装修工程负责人 日本华尔服用小林济药红曲保健品后 健康受损需要住院的人增加至157人 至于曾经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人 就有超过780人 死亡人数维持5人 小林济药一共接到2万2千多宗查询 日本腎藏学会调查了47名健康受损的消费者 其中大约8成的就诊时间集中在今年1月以后 9成的年龄在40至69岁之间 女性占了66% 这47人当中 46人复用了小林济药的红曲降胆固醇定 一人复用了宣称能够减少内脏脂肪和胆固醇的产品 这款产品是小林济药早前宣布回收的保健品之一 德国国家足球队新版球衣44号印字 被指同纳水标志相似 供应商Adidas决定禁止顾客印制44号球衣 并且将会寻找替换字体 特国国家足球队上个月底有赛法国 球员穿上运动品牌Adidas设计的新球衣良相 这套球衣也会是他们来着6月征战欧洲国家杯的战衣 不过新球衣近日引起争议 其中44号球衣印字被指同二战时期 纳水党维军的SS标志相似 党维军直属纳水领袖希特勒 曾经犯下大屠杀等罪行 有任职联合国的历史学家说 被这样的球衣出现在欧国杯赛场 背后动机令人怀疑 Adidas发声明 在设计44号的时候 并无故意类近纳水标志 强调公司反对任何形式的仇爱 反犹太主义、暴力和仇恨 并宣布禁止顾客购买德国队球衣的时候 选择印制44号 避免有人刻意印上争议自体 德国足总就表示 早前检查过0-9号数字字款 并将实际比赛时会出场的1-26号球衣 提交欧洲足协检视 没有人觉得球衣的设计 类似纳水标志 但强调会严肃跟着事件 并重新设计4号自营 德国足总上个月宣布 结束同本土品牌Adidas 长达70年的合作 国家队将由2027年起 改为新批Adidas最大竞争对手 Nike的波衣 无线电视记者 陆子旗报道 回来本港 渔户署说 今个礼拜一起规定售卖商 只可以出售从认可来源取得的猫 并且需要为售卖的猫植入晶片 厨房说认可来源的途径 包括合法进口本港 其他持牌动物售卖商 以及私人猫主 所有售卖商都要避传相关来源文件 被当局等查阅 尚管要求属动物售卖商 售卖猫隻牌照的条件 以及营业守则 如果违反可以被罚款 或者吊销牌照 东哥说去年已经去信业界交代安排 历史博物馆明天起 将会免费展出150套 寒南出土 来自夏商周三代的文物 两成多是首次离开寒南展出 这两成多的展品包括这个童製的雀 是下代的酒器 动袖时期已经不再用 但雀就成为贵族丰号的等级 即是所谓家观尽雀 这个老虎头是相代一个青铜酒器的瓶嘴 手柄就是猫头鹰羊 出土字相代皇后富豪的墓 符合她女将军的形象 成语一言九鼎经常听到 九鼎其实是指制制的礼器 好像这套青铜的九鼎八鬼九力 在西州的时期应该是天子才能够用 但这一套就属于诸侯国、郑国所有 古代青铜器的名字 很多时候我们识体都未必识得到 在这个剪板就为每一个名字 配上广东话的同音字和普通话拼音 好像平时我们说 吃九大鬼的鬼就可以读成鹅鬼的鬼 这个人面由58块肉片组成 属于西州时期贵族用的状肉 古人认为肉可以风全精云 令尸体不有 今次展览一共展出超过150套 霞双州的文物 当中33套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官方说根据历史 霞双州都是在河南建都 所以今次文物都是来自河南 我们整个河南、我们中原地区 它实际上就是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当中 尤其是在三代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奠定基础的一个时期 包括我们这个青春文明 我们的离日文明 它影响到我们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 展览星期三起免费开放 展期至7月8号 官方预料吸引到12万人次参观 今次也是政府宏洋中华文化办公室 有份协办 母线电视记者叶芝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